其實主委 我有仔細看一下你這個業務報告 就是說你在第15頁這邊講 這個主管安置基金嘛 以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你旗下有25家民營企業 除了這25家民營企業 你下面還有武林、清淨、福壽山、彰化、台東農場及申保處 六個分基金 那當然更不要提 我們這邊也有列席的 我們三個農民總醫院的院長也在 就是說主委 剛才大家講的都很感性 怎麼照顧我們退除役官兵 可是其實你接 你管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事業體 你知道你管的這25家民營公司規模多大 主委我問你 你大概知道他規模有多大 每一家的公司當然都有他的屬性 由整體而言啦 就25家 我們請事業管理處好不好 大概多大 委員好 我是事業管理處長 是 我們那個25家公司大概一年的營業平均是435 7億左右 對啦 實收資本額200多億 對 算是蠻大的一個 如果我們從民營企業角度 集團角度 蠻大的一家公司 大概都是屬於中型左右的公司 中型 他有趣的是在這裡 來放 這是25家 我去跟你們要的資料 主委你會不會覺得有趣 他有趣的是他本會限時持股比例 就從退伏會持股比例 沒有一家是超過50% 也就是說 他不算國營企業 他也不需要到立法院來怎樣 做報告 是不是處長 是不是50%以上才需要 是的 50%以上才是屬於國營事業 主委你這邊看 這邊有一家 這個叫 很有趣 一家叫星星客運 本會限時持股比例多少 我們是39.82 我這邊資料怎麼會是49.07 這是跟你們要的資料 星星客運 星星客運 抱歉是49.07 49.07 是 是 就差一個百分點 星星客運就需要來立法院 教育決算 做報告 各位看有趣喔 他裡面投資 星星客運 百分之五以上 有一家叫龍橋投資 那請問龍橋投資 是不是退伏會旗下的公司 是的 也是我們轉投資公司之一 49.01不用來 可是退伏會有另外一家轉投資 也去投資了星星客運 我想合起來 絕對超過50% 處長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結構有點問題 結果沒問題 他實質的是 如果以交叉持股來算的話 他是超過50%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在102年的時候 我們最高法院有個刑事判決 特別針對這個交叉持股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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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的是說 沒有問題 他不需要來 那退伏會不能多投資一點嗎 讓他來這邊做報告嗎 處長跟主委 我要講的是 這不是只有單一家 你看 心靈天然氣公司 持股多少 42.3% 不用來立法院 可是有一家 新張天然氣 投資 心靈天然氣 新張天然氣 是不是也你們家的 也是我們轉投資事業 新家石油天然氣 39% 不用來 可是呢 投資新家有一家 叫星湖天然氣 星桃天然氣 這兩家是你們家的 是的 所以我意思說 主委你遇到 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 這些公司 大部分都是國家出了錢 可是因為都在50%以下 不用來立法院 不用受立法院的監督 可是呢 彼此之間又互相投資 你看新平呢 31% 又有心中天然氣去投資他 主委這就是 政府會令人詬病的地方 你是一個龐大的事業體 可是你用很多巧門 我相信 我們的國軍弟兄 我們的革命軍人 絕對不是在做這個事 這些都是國家的錢 都是以 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這個中華民國要照顧我們弟兄的 一個法 來設置了25家公司 跟各位報告 這25家公司 都不用到立法院來 而這25家公司 是不是退伏會實質在控制 絕對是 這25家公司 為了要逃避這50%呢 彼此互槍交互投資 那為什麼要交互投資呢 下一頁 下一頁 這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各位可能要跟國軍弟兄交代 我這邊看到很多處長 在列席 可是我覺得處長你們都前途光明 新湖天然氣公司董事長 司董事長是前退伏會參事 新湖天然氣公司總經理 是前退伏會 舊學輔導處處長 我們這邊有沒有 舊學輔導處處長 謝謝 恭喜喔 搞不好你們以後有機會 去新湖天然氣公司當總經理 新湖石油氣公司總經理 張怒曹 前退伏會 舊養處處長 我們有沒有舊養處處長 謝謝 也可以提前恭喜你 新平天然氣公司董事長 楊鈺提前退伏會 事業管理處處長 就是你嘛 范雅工程建設公司董事長 郭建宗前退伏會副秘書長 我查一下好像你們沒有副秘書長這個 你們有秘書長 我不太清楚資料對不對 龍橋投資 我就剛才前面提的 這個謝證好幾個位置都有謝證 我查星星的時候發現他是監察人 他是高雄市農民服務處處處長 主委 你就知道這問題在哪裡 你下面有25家公司 十收三四百億 然後這些公司的主管都是 你現在退伏會的處長 高官 我不要講肥貓 我覺得這有點攻擊別人 可是我一直說 這樣的結構 前面有委員 哭哭啼啼的講說 這個沒有了以後 我們的官兵沒有人照顧 我們的退休農民怎麼辦 可是你這個結構讓人家覺得 這是為什麼退伏會社會形象之差的地方在這裡 下一頁 這個是欣欣 之前欣欣大眾市場 欣欣這個事情 大家那時候關於這個 張慧君 張慧君是誰的太太 關中的太太 當時她在負責總經理 各位看這個結構 說了董事全部都是退伏會的人派的 結果是別人在當總經理 後來當時有爭議 我當然知道處理了 現在張慧君是什麼位置 他是民股推出來的董事 所以他從總經理退下來 是的 那你們現在總經理是誰 我們現在總經理楊先生 楊總經理是從業界找出來的 對我覺得這有進步 可是主委16頁 你這邊講提升會見經理人 及董事專業資能 我看到的是你設了很多講習班 這6月28日辦理中高階主管 企業管理暨董監事講習班 另外與公用瓦斯協會 規劃於本年7月合辦 天然氣營運管理專班 我覺得大家活到老學到老是不錯 可是你讓我那種感覺是說 我先用了這個人 那因為大家質疑他的專業 我就設了很多專班 來上課 這樣會不會能解決 你這個所謂 這個共生體系的問題 主委 這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不要處長講了 主委 對於這個結構 你覺得作為新任退輔會主委 你覺得這個要怎麼改 委員剛剛談的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在職訓練 原來他有他的專業資能 我講的是這個表 在職訓練我就不想講 提升本職學能 這個我們以前當辯都一直在講 我講的是這個表 這個結構 要不要改它 我們剛在業務報告裡面 我們特別談到 我們對於轉投資企業 我們如何去強化 當然請委員給我一段時間 我們怎麼樣去驗證它 全班我們可以去做的修正 主委他不是轉投資 他是轉投資自己的企業 透過轉投資自己的企業 來規避50% 監督這個門檻 這個規避 這個是不是規避 當然我們從這個全班 至少他沒有 他不需要給立法院 交這個預決算書吧 他需要到預法院 預算審查的時候 需要來立法院報告 我有看到三個院長 對不起一分鐘就好 我有看到台北農民總醫院的院長 台中農民總醫院院長 高雄農民總醫院院長 三位院長都來 連農民公司的董事長都來 這25家 的董事長需要來嗎 我覺得院長喔 真的你們希望 好好在院裡面救人 照顧我們的農民 可是這25家 這麼多資產 不需要來 而我剛才念這些名字 我剛才不是對各位處長不敬 而是你們的前輩們 現在都站著這些位置 國家設退輔會 就退輔會開一堆公司 這些公司又不用給國會監督 然後彼此把自己的高官派出去當總經理 又互相交叉持股 主委我知道你能力非常強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你不論新舊政府都很重用你 可是我覺得這個結構 為什麼我們時代立案會說 這個需要財病 照顧 退伍軍人 照顧我們的弟兄 不是用這個方式在照顧 這個反而 讓你的社會形象 讓我們國家要照顧 退伍農民的美意 受到惡傷 我想這絕對不是你的本意 要不要回應一下 時間到 時間到了 那就沒辦法了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